国际油价这几天持续的反弹 包括布兰特原油 西德州原油 纽约清原油 通通回涨到每桶50美元大关 其实今天才是礼拜二 但是国内油价预测网站最新预估 下个礼拜每公升油价 恐怕要大幅调涨1.2块 预估95千汽油将从现行 每公升23.6元 调高到24.8元 很多民众听到后觉得很无奈 只说要把握时间 在这个礼拜把油箱给加满 用车足加油要快 因为国际油价连续大涨 国内的下周油价预估网站 抢先预测 下周油价将涨1.2元 没办法啊 还是得买单啊 可以接受 因为已经跌了很久了 所以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接受 国际油价季1月30号 尾盘吉拉大涨8%之后 2月2号延续涨势 最高涨幅5% 布兰特原油和西德州原油 盘中一度分别突破 每桶55美元 及50美元关卡 虽然随后涨幅缩小 但仍在高档震荡 就连纽约清原油 也在3号盘中 占回每桶50美元价位 力度消息频传 包括美国业余有石油业者 上周闲置94座油井 创下1987年来 单周停工最多记录 以及避险基金等等 对西德州原油的 期货多单总量 创去年7月来新高 还有油价技术现行 也出现突破 因此激励油价大涨 但专家提醒 石油市场仍然功过于求 低际将再次探底 最低恐怕跌破40美元 农历新年前后 一直到今年 到3月这段时间 油价有可能 在国际炒家的炒作之下 有可能会再次测试 每桶40块钱美元 这个关卡 到了5、6月的时候 油价会慢慢的止跌回温 那我们预估到 今年年底的时候 那油价大概应该在 每桶50到60块美元之间 最近外资最新预测 每一每铃依旧维持 油价将下跌到 每桶30美元的看法 高盛在1月的报告也认为 油价上半年将跌到40美元 只不过下周 国内油价如果真的大涨1.2元 加油一组 可能得要赶紧加满油箱 记者宏婉欠熊如洗 台北报道 金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